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 头驼渊小头红为您播讲 陈东创作的 遮天 后期制作 小白菜 第114集 就在这一刻 一道赤裂的金光 从叶凡的体内飞出 像是一道金色的闪电 让天上的太阳都黯然失色 金书璀璨多目 眨眼横空而过 糊糊的两声轻响传来 两名男子死不瞑目 先后被腰斩 鲜血充气很高 他们的上半截躯体摔倒在地 鲜血不断喷涌 下半截躯体僵持一秒钟 才倒在血泊中 那名女子震惊 但是反应神速 刹那挤出一张紫色的神网 向着叶凡笼罩而去 强强的 金书如一轮 金色的太阳 像是有金色的烈焰在熊熊燃烧 冲向了那张紫色的大网 两者发出阵阵的铿枪之意 紫色的神网寸寸断裂 追落在地 金书一冲而过 耍得一声旋斩而至 哭得一声轻响 那名女子的头颅滚落了下来 叶凡擦了一把冷汗 如果不是隐藏了底牌 将几人成功误导 多半就是他倒在血泊中了 想杀我而夺远 你们的死 难以让我产生愧疚 再次简单地处理了一番 叶凡如飞而去 片刻也不敢耽搁 刚刚冲出去百余米 后方便传来了贺瀚声 竟然还有几人 此时已经快追上来了 叶凡匆匆地回头望了一眼 神色顿时一僵 因为他看到了李小曼 他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昔日毕竟有过一段情分 虽然早已结束 成为过夜云烟 但这样的场面 还是出乎他的意料 可以冷漠相对 可以形同陌路 但却是这样的一番情景 究竟是要追杀我 还是跟随下来阻止他师兄师姐 我希望是后者 叶凡自语 尽管那段感情早已放下 不可能再让他产生涟漪 但如果真是浅着 那未免太血淋淋了 叶凡在山岭间奔跑 如履平地 速度极快 突然 后方传来 阵阵中鸣 在群山间回响 这是紫阳洞天发出的 叶凡回头观看时 发现几条影迹 在听到钟声后 全都停了下来 而后快速地向回奔跑 声传数十例的众声 他们闻忠鸣而退 难道说紫阳洞天 在召集所有弟子 回反山门 叶凡心思赚得很快 刹那想到了一种可能 紫阳洞天 一定出现了不一般的事情 最有可能的 是他们知晓了 江家骑士的身份 他如飞圆顿 不好 在路过一条河流时 他将那块圆取了出来 投入河底 紫阳洞天第二高手 可以感应到圆的气息 其他枪折翼一定可以察觉 不能带在身上了 以后再来取 叶凡 怕紫阳洞天的高手 也追杀下来 相助江家的骑士 那样的话 麻烦就大了 不能向山外逃了 要逆向四位 出乎他们的意料才行 叶凡 快速地向回奔跑 而后来到一条大瀑布前 冲了进去 贴在石壁上 任水流不断冲击他的身体 他如今的修为 虽然不是很高深 但也可以长时间的闭气 实在坚持不住时 可以探出头 取吸一口新鲜空气 就这样 叶凡一躲 就是整整三天 期间有人曾经从这里飞过 但却没有注意下方的瀑布 随后 叶凡又换了几个地点藏身 在这片深山中 足足躲了半个月 并没有被人发觉 这一夜 叶凡悄悄离开 紫阳洞天所在的山脉 走出了山地 数天后 他出现在千里之外 彻底远离了那里 回想起在紫阳洞天的经历 叶凡印象最深刻的 便是李小曼淡漠的神色 劝他不要不切实际 接受现实 做一个普通的凡人 给人以高高在上的感觉 应该摆脱江家的骑士了吧 我要尽快找个地方 安心修行 然而 让叶凡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仅仅三天后 他在一座古城中 仰望天空时 又发现了江家的骑士 真是阴魂不散 问题 竟不是出在那块园上 叶凡将身上的东西 全部掏了出来 一块白玉配 是吴清风老人给他的 应该没有问题 还有一块缺了一脚 如同烂石头般的破玉 是无良道士断德给他的 应该也没有问题 随后 他又掏出一颗核桃大的菩提籽 自语道 难道是因为他 这枚菩提籽若是丢掉 实在是太可惜了 因为他可诸人误道 叶凡从来没有将他 当作灵宝 始终把他当作了 神术的种子 现在细想来 他发觉 问题可能出在这里 也许将一尘感应到重宝 就是这枚菩提籽了 不久后 叶凡登上了一座酒楼 点了一些饭菜 准备进食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突然 一个苍老的声音 在叶凡的耳畔响起 一个受骨灵循 白发遮面的老人 如幽灵一般 来到他的进前 狠长老 叶凡惊得 差点将桌子掀翻 真是瓦漏偏逢连夜雨 在这种关头居然碰上了他 看来我们很有缘 我正在找你 临须洞天的韩长老 在桌子对面坐了下来 韩长老找我何事 韩长老如干枯的木柴 血肉干瘪 仅仅是一层老皮包着骨头 再加上白发遮面 看起来很吓人 他阴惨惨的说道 我为你准备了 无尽的灵药 却一直找不到你 不想再次重逢了 为我准备了很多灵药 你是主要 其他灵药相辅 韩长老不急不缓的说着 妈的 你个老帮子 叶凡直接拍了桌子 到了现在 阴忍也没有用 韩长老并不动怒 沉稳无比 自顾倒了一杯茶 掀开披散在脸上的白发 端起茶杯轻饮 在这一刻 叶凡有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 韩长老的手指跟铁条一般 根根干枯 只有一层老皮包着脂骨 而他遮面的白发被掀起后 露出的下颌 直让人起鸡皮疙瘩 像是一团废纸被揉得不成样子 非常褶皱 没有光泽 最让人感觉发毛的是 他那干笔的双唇内 露出的牙床与牙齿 全都呈乌黑色 没有一点血色与活力 连舌头都萎缩了 跟我上路吧 韩长老喝了一口茶水 轻轻地放下茶杯 不紧不慢地说道 声音没有一丝活力 叶凡很想寄出金书 但是他没有敢轻举妄动 因为他深深地知道 不同境界的修饰 实力差距太大了 韩长老 你这样做 就不怕遭天谴吗 把活人当要烈 纵然是你的同盟 恐怕也会不容你 叶凡一边说一边想对策 若是落在对方手里 真是比死还要可怕 我早有准备 没有人会知道这一切 韩长老 如一街枯木一般 静静地坐在桌对面 他越是这样的平静 就越显得阴沉可怕 叶凡将吴清风长老 送给他的玉佩取出 你如果杀我 吴清风长老会知晓的 韩长老轻轻点了一指 一股阴森森的气息逼迫而来 那块玉佩碰的一声崩碎 冰冷刺骨的寒意 久久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